其實這部電影我真的可以夠膽說 是我一部看過最好看的印度電影 電影裡面又有很多搞笑的情節 笑到全場觀眾一起拍手 最後又很感動 我作為一個男生都眼濕濕 還有我不可以穿巧 電影裡面因為一些很少很少的情節 你可能是完全不留意的 最後原來可以影響整個故事這麼重要的關鍵 真的令你驚喜萬分這部電影 高度推薦 這部電影真是好看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好笑的 你知道我從來看電影都是睡覺的 但這次一點都沒有睡覺 真的很好看 這部《來自星星的PK》 是一個令人意想不到這麼正的電影 它裡面是很大膽地用宗教去討論 但它裡面是說人生 是說對我們每一個人追尋什麼夢想 追尋什麼幸福 做一個反思 它裡面是劇本完整到每一條線都可以到最後 就是有這個特別的功能 看到你笑中有淚 最後你真的要想一下我們生命是最後的什麼東西 是一套很好看的電影 它探討了很多宗教的問題 但與此同時也是一套很精彩的愛情片 看到我流眼淚 PK 這個是一套很好看的愛情電影 而且很好笑 大家來看這部電影 其實就是想說有沒有神 但其實它用一個很輕鬆和好笑的方法去做 兩個半小時其實沒有什麼滿腸 而且裡面的訊息很多 說男主角是非常討好的 所以記得入場支持 剛剛看完這套來自猩猩的PK 看名字就想不到它想說什麼 但想不到一套非常感動 笑中有淚的電影 很推介給大家看 這套戲給我的感覺非常喜出望外 因為我覺得很大膽去橋段 對於印度的宗教 其實就作出了很多批判 但其實它又用了一些很搞笑 很幽默的手法去表現出來 到了結局其實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感動 所以我也非常享受看這套戲 這套戲真的很開心 看完之後讚人越累 這套戲真的很值得看 因為它用了一個搞笑模式 它還要笑中有慮 帶給別人的意思是很多 和很大 所以一定要來看